这样的设计可能是不太周全 在台大呢 有一个脚踏车的专用道 它不划斑马线 就导致呢 如果你要去从台大过去逛街 要绕一大圈才可以过去 如果违法的话 要被开发300块钱 被大家可是骂翻天了 绿弹一辆 行员马上三步并两步 冲啊 不过仔细看这里可是脚踏车专用道 行员可是不能走的 旁边警方还贴心标注 违规跨越要罚300块 你知道这边人不能走吗 不知道 要走地下道也是有点不方便 很麻烦 对 所以你会觉得还不如画一个斑马线 对啊 被民众检举超不便敏的脚踏车专用道 就位在台大的正前方 他们认为为什么脚踏车能够走平面道路 但是呢 行员却要走更远的地下道 政府可能脑袋有动吗 为什么 就 这个习脚踏车可以走 行员不能走 其实真的蛮奇怪的 画个斑马线 人跟脚踏车这个都可以走 民众大骂政府规划 很表明的 还有 这也是台北市阳光街 不过却被民众检举 在这边的机车代转区实在很危险 因为它就直接画在斑马线上 比较一下正常的机车代转区 是在斑马线前方 不过这个有问题的代转区 却是画在斑马线里头 而且还看得到土改的痕迹 设计不良 导致行员走到这里 都要特别注意 因为常发生 机车为了带转 得和行员抢到的危险情形 民众万坦 政府如果多用心 类似超瞎设计 恐怕会少很多 就是郭向连家与台北 才放播的